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的17点17分啊 1717啊 这个要老婆要老婆 那个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川普总统啊 川普总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却热衷当总统啊 是吧 四年来他放弃了生意 资产严重缩水 原来是45亿美金的资产量 现在变成35亿美金了啊 为了连任 他几乎废寝忘食 乃至发动全家人 女儿 女婿 妻子 儿子 为他拉票助阵 全家人倾力演说 四处活动 出谋划策 志在必得的气势 他对几百万的年薪不置可否 只是象征性的拿一块钱 然后全部捐给了国家慈善机构 他从不以权谋私 如果有早就揭出来了 美国的媒体可不替他掩盖啊 从不贪赃枉法 他既恶如仇 他反恐除恶 绝不含糊 有人奇怪 不知他图的啥 让我说他就是有责任感 有一种担当精神 他想轻使留名 是吧 他从不炫耀自己 他的那句 耶稣比我更有名 也许道出了他的全部的秘密 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是虔诚的 作为一个总统 他是称职的 作为一个人 他是良知 勤勉 自律 友善 爱心 奉献等等 所有文明特征的典范 我不是基督徒 但我依然愿意为他的愿望而祈祷 希望他能连任 因为世人需要他这样一身正气 魅力四射 对世界文明努力拼搏的人 川普总统啊 好样的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人的标准啊 人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才有资格自称为人 或有资格被称为人 一 人应该有同情之心 孟子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我觉得这点我还行 我对弱势的 苦难的 这个遭受不幸的这些人 我是有充分的同情 在我的生活中 我也帮助过很多这样的人 当然我能力有限啊 尽我的能力 力所能及的也帮助过一些人啊 第二 人应该有羞耻之心 孟子说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这个也很对 人他不是畜生 不是 对吧 不是动物 所以人要有知道啊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说白了 人不能没羞没臊 人应该知道要脸 对不对 三 人应该有是非之心 孟子说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基本的是非善恶黑白对错 对吧 这都得有的 第四 人应该有求知之心 无好学之心非人也 这个求知之心 在我这应该表现的 比较的显著和典型 我是一个初中毕业啊 勉勉强强 初中毕业 但是毕业之后 我就上班了啊 扛大包啊 装卸工啊 保安呀 车间工人呀 服务员呀 我什么都做 然后我又自学 我又上过至少七个培训班 我是学过一个高中的 成人高中的课程 然后学过财快 学过广东话 学过英语 学过进出口的报官员的课程 还学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的 业务员的课程 还学过这个推销员的课程 我大概一共上过七个 七个到八个培训班 对报官员是海关培训 我还上过一个商检局 进出口商检局的这个 叫报检员的培训班 大概七八个培训班 而且我还藏书两千册 我觉得一个人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啊 阅人无数都需要 还有第五 人应该有人权之心 人若不求人之权利 非人也 就是别人欺负你 别人拿你当猪狗 你还不反抗 这个不对 人要挺直腰板活着 勇于表达 勇于行动 追求自己的权利 当然你不能侵害别人的权利 对吧 你的权利得到伸张了 得到确认了 得到尊重了 但是代价是你欺负别人获得的 对吧 那就不对了 第六 人应该有自由之心 人若不求人之自由 非人也 就是自甘为奴 化地为牢 对吧 第三下次 委屈求全 这个也不叫人 这么活一辈子 不叫人 第七 人应该有高贵之心 人若自清自贱 非人也 没错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是吧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人可以不当官 也可以不发财 人不能不做人 要有高贵之心 自尊自爱 自强 对吧 自强自立 谢谢大家 说的不好 给大家逗个乐 陪大家度过时光 谢谢